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跟父亲学习乐剧 扮演小生 25岁的瞎叔进入了演艺圈 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演艺生涯 先用了十年时间饰演配角 磨练演技 到了60年代终于成为乐语电影的首席小生 1976年瞎叔进入无限 开始了自己金牌绿叶之路 不管是江湖大佬还是平凡木匠 是顶级富豪还是流浪乞丐 无故饰演的有血有肉令人信服 有时候仅仅出场几分钟 三两句台词都能强劲风头 在《雷洛传》《堵城大亨》《棘手神探》中 他一身若木三分的就是老江湖的气息 一出场就有了那种江湖滋味 更凭在《雷洛传》的精彩表现 取得金马金像最佳男配角 当然 在A计划里的警长 男与女中每晚折磨钟楚红的木匠 《雷洛》《堵城大亨》中叱咤风云的富豪 每一个决策都是精益求精 都让人印象深刻 他一生中历经过四段婚姻 头三段婚姻都没有正式注册 旗下留有四女三子 2001年 关海山在拍完公司恋视多后没多久 便因中风瘫痪 无奈退出了演艺圈 2005年 无顾中风居然去协助无限拍摄电视节目《活得健康》管海山 2006年某日 妻子起床的时候才发现她已经全身僵硬 瞎叔去世 享年82岁 然而瞎叔去世后 她的那几段情算是给她的神后事带来了麻烦 几个妻子为遗产开始大打出手 瞎扫甚至拒绝其他几门的子女们来灵堂守移 为此双方差点大闹灵堂 最后在众人的劝说下 狭树的遗体才可以入土为安 葬礼现场 刘德华 成龙 周星驰 汪明泉等献上花圈 万子良 郑少秋 雪梨 宇良伟等 现场祭奠灵堂中放着三副横扁 分别是好气长存 服术权规及德高望重 或许是对她一生的概括吧 天上看王俊凯和同学在一起很是开心 气氛也很融洽 不过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我们的小凯同学似乎在军训中晒黑了 不过这也无法阻挡满屏的少年气 我们小凯真的晒黑了 不过看得出来和同学们在一起很开心 你快乐就好 黑了 不过还是我们的小凯 好好享受这几天吧 9月21号是王俊凯18岁的生日 为了给自己的偶像姻缘 王俊凯的粉丝也花重金 制办了各式各样的姻缘活动 可谓是豪出天际 从网上爆料的姻缘活动来看 粉丝们的姻缘步变了世界各个地方 不仅有米兰时装周 18米环城电车投放王俊凯成人里广告 也有广州18架无人机集体为王俊凯庆生 同时在杭州 香港 粉丝们也精心准备了LED灯牌 为其庆生 此外一些公益姻缘也在进行中 包括领养平微动物 设立王俊凯奖学金 帮助边缘地区的学校教育 以及关爱病痛患者等有意义的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王俊凯粉丝们还把姻缘做到了太空 太空环游纪念姻缘 值得期待